洛杉矶一年一度的大型艺术博览会 在洛杉矶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2018年1月13号 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刘伟 他的油画作品系列 天际线艺术展大协会 在洛杉矶历次凯尔顿酒店隆重举行 中外社会迷流尽相出席 大家相互交流 对此次艺术展的参观感受 和畅谈艺术未来的发展 我这次带来九幅作品 九幅作品呢 我这整个题目叫天际线 是一个系列 它主要是反映我生活的 在中国的一种状况 周边的人事 那我这次主要是用 西服去表现头像 这头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由于中国这些年的 雾霾环境 还有其他一些环境 受到严重的一些污染 影响他们的正常的生活和健康 所以说呢 我在里私有体会 所以说我就 这个主题就表现了 这方面 另一方面还有两步 一个是那个城市 城市的建设 因为到处这个城市建设扩张 滥用土地 使我们这个生态平衡 破坏平衡 对 另一方面是表现一个长城 长城是我们中国是一种 很骄傲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我这个长城是表现一种 新时代的新长城 本次博览会艺术家刘伟所展出的天际线系列 是画家2017年创作的最新有画作品 画家通过观察熟悉的生活环境 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在现实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中 各种环境的污染让人窒息 造成人们不知所措所带来的无助 麻木 冷漠 无望 作品充分地表达了 画家对当下现实社会 及未来人们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 洛杉矶综合报道